打擊出去在右半邊有點擠壓到 但是落點非常的巧妙 請請安打 國際真的蠻有力量的 從位置來看他已經受到擠壓了 但最後還是要有辦法靠上半的身體 把力量給扛出去 今天中信兄弟團隊第四隻安打 再來看一下 最主要位置還是高了啦 雖然有點受到擠壓 但是上半身的力量還是有辦法發揮出 右半邊再出現一隻安打 現在張志豪繞過二壘之後 繼續手刀衝刺往三壘來挺進沒有問題 杜嘉明這個時候也翹出安打 勿縱原本在一壘的張志豪來到了三壘得分的大門口 這個半局猛襄打線是連續兩隻安打的串聯 五人出局一三六跑者再來看一下 反方向的攻擊 球帶得非常靠近身體 在下半身幾乎沒有太多的轉動過程當中 就是要把球有點打向一二壘之間 最後來看的話球其實也打得蠻好的 張志豪的一個跑壘判斷也很快 對 最主要是他有角層 嗯 第一球就出手 打得蠻扎實蠻深遠的飛球 在中間方向落地形成一隻安打 這隻安打現在帶有打點沒有問題了 陳志豪這個時候帶有一分打點的二壘打 稍微擺脫低潮也中斷了連續八個打數沒有安打的低潮 三比零 就是我們前面所提過的 當洩露低潮的打者有一些好的攻擊 就是對於接下來的攻擊都是有幫助的 真的變成是江澄彥的天敵喔 對戰的打擊率超過了四成 這個時候又面對這樣的一個外角球 打出了中間方向的一個二壘打 打者應該有設定外角球在做攻擊 我覺得這個位置來看過頭並不差 但最後還是有辦法打這麼遠 請按下訂閱更便宜喔 快訂閱起來吧 兩家